中广论坛 欢迎来到中广论坛 今天是礼拜一 我是郑春齐 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一早当然一般就是播报天气 也许我们才是一样的播报疫情 全世界现在是400多万人 那不得了 那二十几万人已经因为这个疫情过世了 美国也很严重 一百多万 那我认为不只是疫情 更重要是他们失业率 我看高达四月份 十四点多 这么高的失业率 其实还是蛮惊人的 那台湾 那当然不得了 我们是神之国 二十八天 那如果包括今天都没有 那就二十九天 一般是十四天 是观察疫情 我们两个波段 两个十四天 二十八天都度过去了 所以不得了 完全没有新增 任何的这个本土的病例 但是重点是 在这么好的成绩之下 你看到了一些 很不合理的事情 那最简单是 深技出了问题 抗疫成功 成不成功 说真的 还在未定之天 新加坡也曾经很成功 现在狼狈不堪 那你说英国很不成功 也许不知道 等一下我会再评论 这个 英国的这一部分 那是不同的策略 到底什么叫成 什么叫败 重点是 国家采取不一样的 这个政策方式 在对待这个疫情 我先讲一个观念 你是川普 一早 一开始的时候 我一听那个数字 就吓一跳 他说这个死个 两百万人 恐怕都是不可避免 后来修正到二十万 到最近 十万 我就发现 这统治者用了一个策略 先把疫情搞得很严重 搞得夸大了 数量 让大家说 哇不得了 所以你心里先接受 一个尺度 先接受一个数字 到时候如果一百万 他很厉害 早就跟你讲两百万了 跟你说二十万 结果不到二十万 他现在这次恐怕不妙 美国已经是八万一千多了 我看已经死了八万一千多 突破十万的可能性是蛮大的 重点是 川普一开始就先把 那个死亡数弄得很大 他就先给自己打安全牌 先打预防针 结果他没料到 这次这招未必有效 因为老百姓 是从多角度在考察的 但是统治者这招 大家一定要深刻的理解 我那天看到中国大陆报 谁写了一篇文章 很快我就 我没有气看 但那个标题我记得了 他说 以前有一句话叫做 这个绝对的权力 就会带来绝对的腐败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位朋友写了一句 说绝对的恐惧 希望造成绝对的拥戴 那我们陈时中不是这样吗 现在各国领袖不是这样吗 绝对的恐惧 当然这个新冠病毒是带来相当大的威胁性 可是统治者有没有操弄这个呢 有没有故意夸大呢 我认为一定程度合理的稍微夸大 因为大家不怕嘛 有些人皮了要命 根本不知死活 那这种情况之下 合理的夸大 可是如果不是合理的 是故意操弄 那甚至遂行 你说故意夸大一点 就像他讲说善意的谎言 你还是为对方好 故意夸大一点点 是为了疫情能够有效推动 那勉强可以接受 他至少动机是好的 可是如果这些操作 都是服务于这些政客 政党的自己私人的目的 比如说为了连任 为了竞选 为了政绩 那这是其心可诛 可是统治者 很厉害的 巧妙的 制造了恐惧 那你在恐惧之中啊 两眼昏花 满脑的这个害怕 根本没有时间 睁开眼睛细看 看清楚 他们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所以我认为说 这种危机 期待英雄 可是英雄 到底是真英雄 还是这个恶魔 恐怕是要小心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些统治者 玩这些手法 是玩得非常的漂亮 好 那回到台湾 那台湾是绝对漂亮 那重点是 我还是从两个角度来看 人民生计出了问题啊 你抗议就算成功 生计生活 生活受到老乱 生计现在是严重出事 那当然就是看纾困 各国你都看到 各种各样的纾困方案 川普在这个地方那 是真的是大手笔 一再的追加 一再的追加 大量的 为什么 他知道 他们那个国家 如果看到统计的数字 储蓄力很低啊 手头上一失业 马上没没没见款啊 生活马上陷入困境 国家如果不钱 直接下去 那是会造反的 可是台湾不太一样 台湾在纾困 我在姐妹节目的批评了 对资本家 对资本家快得很 但是对那些中小企业 对那个小自营作业者 对那个小摊贩 就拖拖拉拉 那些有钱的 那现在国家给了这么优惠的方案 不借 白不借 那这个利息低得要死 他们借本来不是那么一定需要 借的钱拼命去弄 台湾有像美国 那什么J.C.Panis 一大堆 你看到各式各样的名牌 各式各样的大店 都倒了 宣布破产 川普这么大力度 都还宣布破产 台湾你有看到哪个 他记得快垮了吗 没有啊 可是他们给的最优惠 给的最干脆 古明星这些都不配 都不意外 原来是跟资方的集团 是非常好的 可是你看越小越弱的 他就拖 为什么 尽量炸你啊 你如果忍多少 尽量老百姓 消耗你自己的资源 你忍到不忍忍 我就看你啊 而且少数一两个忍不了 牺牲掉 这个就是大小眼 他这个时候想说 钱要寄居在 这个手上控制啊 要花到刀口上啊 可是前面那些钱 为什么花得这么潇洒 这是两套标准 好啊 纾困这一段 你可以看到 那更重要 我特别要提的 酒店业小姐 我因为当年 阿扁时代的工艙抗争 阿扁自从上次说 退出江湖 不问世事的时候 还真的 沉寂了一段时间 不过我看昨天 他又出来了 妈妈的病情 然后哀叹说 这可能是他 这辈子最后一次母亲节 他的那个 这个这个情况 大概妈妈可能 状况不好 他又冒出来了 阿扁时代 把工伤废了 所以当时就引起 很大的一波 我当时也是因为 想去帮忙 就被调调 工亲变世主 就带着这批工艙 一直抗争 一直抗争 那么对于 我们这个社会 性产业 社经行业的认识 就不会像过去那样 绝对的教条 可是 到底有先动多少 台湾的妇女运动 因为工艙事件 产生非常激烈的争论 最后导致分裂 这当然涉及到 看法不一样 那不管是什么 有台湾性权派 我们是被归纳为性权派 可是未必全然 重点是 我从劳动的观点 从阶级的观点 切入 我不是简单 只是这么用道德 好吗 那这一次 陈时中 因为有一位九女 确诊之后 啪啪 马上 动作 飞快 极其残暴 全部行业就关了 大家也不敢吭声 我在这个节目就讲 为什么中研越 有人确诊没有弄 任何 前面有好几百个确诊 为什么不呢 你大家就想象中研越 那大家高级上班 距离很远 真的是这样吗 距离真的是问题吗 人家常常讲说年龄不是问题 我举个例开玩笑 这几天 这几天 不要讲纾困 他们该不该领 能不能领得到 他说后来那路 酒店也可以纾困 谁敢去领 怎么去领 光那个非解六夜 你看这几天的纾困之乱 乱成这样 一塌糊涂 陈时中还出来帮他们改名 他不叫纾困之乱 就说纾困之苦 你看大家都苦 老百姓苦 工作人也苦 办纾困人也苦 还想转移焦点 是纾困之乱 多少人在那边跳 拿你一点点国家的钱 比什么东西还困难 那为什么刚刚讲 大企业有时候还被拜托 说来借钱 来借钱 银行就跟他拜托 来贷款 要增加业绩 可是小老百姓 就说有人这几天 玉兰花的生意特别好 因为有个标准说 卖玉兰花都可以 大家就赶快去抢购 一些玉兰花在卖 就导致玉兰花涨价 然后有人开始批评 可是这些乱象 后来他讲的东西 还算人化 不要跟穷人太计较 宁可挫发 但是也不要 这个苛刻 这个态度是对的 可是我要问 酒店业为什么没有了 那现在28天 零确诊 没有病毒病例 台湾应该在这个生活上 安全很多 慢慢不是也开放吗 他甚至还关心到 下个礼拜的520 蔡英文的就职典礼 要怎么样放宽 从职办开始放宽 一千 得意的不掉 全世界先好像世界第一 那准备放到两千 他关心到蔡英文520 可是酒店业为什么不能复业呢 他就说这个地方交给地方 那柯文哲够精了 你看这个是先变先 柯文哲这种 典型的中央不负责任 推给地方 是的 可是人家也求柯文哲说 那你如果觉得这个陷阱 你自己又认为该 你认为中央不对 那你就地方就做 这当然好几个层次 一个是谁负责任 柯文哲讲的是没错 你中央要下令 关闭酒店业的时候 有跟地方商量吗 各地情况不一 你没有 你一声令下 大家乖乖配合 业者也知道 摸着鼻子忍耐 我昨天晚上 还看了好几个报道 业者很惨 酒店小姐很惨 有些只好跑去吃笑 当时常常被白嫖 有些搞不好 家里经济压力很大 怎么办 地下钱庄去借 都衍生更多的问题 重点是 你凭什么不干脆 这么好的条件情况之下 大家的地方管理能力 业者自己能够管理能力 而且要保持社交距离 到酒店也保持社交距离 还把白号实名字 你不是整人吗 就嘴巴说开放 好像把责任了了 一来推给地方 二来很难执行 没有人敢执行 我为什么这样讲 工商抗争之后 有关社型产业 弄了很多 后来日日春 我们就一直去抗争 一直去争取 你说性产业 让它合法化吧 何必在这个阴沟底下 不见天日 黑白两包都要吃 你与其这样 你不如让它合法化 合法化之后 相对的该怎么样的 怎么弄 它弄了老半天 修法通过了 合法化 哇好高兴了 台湾不得了了 别人不敢 我们敢 结果了 那个是假的 他就说 中央的赞成 可是呢 哪一个地方要开放性产业 合法化 各地方政府自己决定 哪个地方政府敢决定啊 曾经基隆有一个要竞选市场呢 稍微提一下 民进党的那个竞选的那个道德压力 马上就扑杀而来 伸个头稍微提倡一下 就说回去了 假道德伪善到的极点 这个规律 所以从这节目 这个常常讲说 你吃吃挑软的吃嘛 为什么敢把当软子吃 软吃吃吃 这个社会就是虚伪的很啊 认为这是个建业啊 没有人会帮他们讲话 他们被闷乱打活该啊 两道标准不公平又怎么样 你现在要叫地方 自己弄管理 业者要自己自我管理 我来开个玩笑了 如果要保持社交距离 那请问 要不要保持性交距离 什么意思呢 我们海军官兵 因为那个爆出疫情 大家会一路追查 发现有十几位 跟女朋友啊 演好起来 那合理啊 年轻人不准 这合理的 有趣的是 他可能还传染到其他人 家人 女朋友都没事 我既然印象中13个 那 那个性交距离比社交距离还近吧 为什么不用保持性交距离 开个玩笑 插个波 我今天看到个资讯 说不知道哪一个国家研究 精子里面 我们的经济里面好像发现 新冠病毒的病菌在那里 哇 这下惨了 可是开玩笑 各位开玩笑 我不晓得 那个不知道真假 反正这个阶段 有关这个新冠病毒的各种各样的疫情 他的各种各样的病情的表现 到现在说真的 扑朔迷离 没有办法谁讲的定 讲的清楚 好 回头来讲 你要保持 为什么不只这样 那个第一位发现 那个酒店小姐 他接触了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后来清查 二百二十一个都没事 家人之外 九十三个酒客 跟他接触 也都没事 那你为什么他被关 其他的没有 KTV也没关 各种各样没关 后来KTV烧出大火 结果现在二十八天确诊 零 得意洋洋 就这些酒店小姐 还是得过 这个没有失业的 没有工作的日子 凭什么 你中央一身令下 大家都得配合 现在能不能复工 你说交给地方 责任可以卸得这么干净吗 柯文哲当然不是傻瓜 柯文哲就把这个挑出来 因为他知道 这一次所有的秀被都陈时中做光了 他也是一生出生的 他也很想秀 过去 他也是指点江山 有关不关他的事 他都可以来两下 这一次是够憋够闷 所以他一直在寻找缝隙 一直在寻找可能 希望能够出现不一样的声音 这次给他逮到了 他说中央做假的 其实柯文哲说 他的态度是赞成开放 是啊 那你就干了 他说我还是要一套二十八月 他是这样 先放放风声 先凸显一下 可是我跟你讲 你们每延误一天 生活在那个困苦之下的 三餐不济的 一天都是苦不堪言啊 所以我刚才前面讲 明明早就该对这个中下人纾困 他就拖着就拉着 尽量挤压你 像挤柠檬一样 把你挤到最后一滴水 他在这个时候才出手 出手还一塌糊涂 各种各样的刁难 各种各样的标准 乱成一团 你要成绩的风光 就乱成一团 结果怎么样 得到更好的回报 我们的蔡英文政府 马上宣布 苏正常继续连任隔魁 差别真大吧 好一输滚下来 大企业 钱多的不得了 不是那么需要 还被拜托 说赶快来借钱 中小企业 难 小老百姓 无业的 失业的 平常打拎工的 那时候简直是 中国大陆最主要被讽刺 所以要各种各样的证明 他证明我自己 是不是我自己 我们也是要一大堆 不合理的证明 然后中央跟地方又乱了 到底谁来查核这些证明 切结束 把细节都不用讲了 大家都在较劲 都在政治角力 老百姓的生活生计 就在政客的角力 政党的竞争中 被凝神碎片 哀哀无告 这什么玩意儿 陈思聪在那边装神 我对他就是不以为然 好吧 所以有关酒店业 这个所谓的最 被瞧不起的行业 最能够凸显政客的嘴脸 我从当年工商事件 就看得清清楚楚 阿扁一扫行 把他原来美好的形象 从那个地方开始破功 这次也这样 你以为这个酒店业好欺负 你以为穷人好欺负 说真的 大多数会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不是道德问题 不是色情问题 不是见不见的问题 他根本是个贫穷问题 那不是正是他这个贫穷问题 把他转移成道德问题 这是利兴 基金会 善目基金会 这有基督教宗教 天主教背景的 最喜欢搞的这一套 一出来正义凛然 大家也是 这个社会也是伪君子多 假正经的多 对对对 私底下干 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 这个高级酒店 就是我们的政客 黑道大哥 商界 乔事情 谈事情最好的地方 立法院这立委 听说经常是那里的强客 表里不优道的基点 这时候谁敢出来讲话 敢出来讲话的 台北市我按计一个落选的议员 他还是走投无路 他忽然间就干脆翻身说 我就是敢嫖 我就怎么样 你如果还有机会往上爬 选择上来说你不会干这种事 到最后 走投无路的 忽然间才这样 我不是吹牛了 当年敢去搬公昌 阿扁当选如日中天 2000年跟现在20年过去了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氛围 带着一群 瞧不起的公昌 被人家瞧不起的公昌 要抗争 要承受多岛 各种各样 而且蓝绿这个时候核手 压力 中产阶级 全部 然后那些伪善的一堆 你现在 我还看到台北市的议员 这次都是怎么样 检验人看这个东西就知道了 好 所以第一阶段要来讲 台湾的疫情情况之下 抗疫一回事 纾困 你特别是对这些穷人 你该怎么弄 真有长期的准备吗 好吧 慢慢慢慢 现在大家复工了 慢慢慢慢 现在这个生意回来了 可是终究未来会怎么样 说真的 这一波的震荡 全世界性的 历史性的 结构性的 长远的 我老实承认 我还看不清楚 那我们的同事者掌握了权力 他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不要每天再只是开记者 或者讲那个短期 一个两个 一个两个 我现在只要电视 那个防疫宣传 那个声音 那个片头声音出来 我就转台 我根本不想看 每天还在玩这个东西 形势已经变了 上一次SARS 我看到有线资料是 中国大陆当然也受灾 他就做了 因事利导 所以各种各样的 什么线商 各的就发展出来 马云也是因为这样 哇 什么搞淘宝 那这一次台湾 用了一个尖壁青野 把敌人都挡在外面 那疫情没有扩散 可是我们到底学到的什么 我们的口罩产业 因为这样复兴 然后领先全世界 还是什么 我不晓得 那么其他的国家 人家是不是在因应 是不是在变化 是不是因为这一次受害 而得到更大的教训 从这教训中 掌握到不一样的东西 跨过另外一个门槛 我们是不是得益于眼前 结果 反而把很多 真正该努力的遮掉了 好 第一段的结论 在互推 酒店业该如何复业 你可以看看 要成绩的时候 大家争 要负责的时候 大家推 古人讲 争功为过 莫此为圣 活生生 官场现行计 这句成语还是适用 进段广告再回来